大家好,我是Den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 Kan Kyo公司的前员工Amo等两人 在6月11号已向京津南洋州警察局 提交了对Kan Kyo夫妇的控告书 在控告书中他们表示 Kan Kyo夫妇在2018年查看了 公司内部聊天室的6个月数据 并将部分内容公开与一个 包含20名员工的公司内部消息群组中 Kan Kyo夫妇持续提及 员工之间在消息群组中的对话 并以此作为压迫案控制的手段 Amo等两人还表示 Kan Kyo夫妇在解释影片中 甚至为侵犯隐私的行为辩护 这促使他们决定提起诉讼 据报道 由于监视监控的行为已过追溯时效 他们只对监视聊天室的行为提出控告 除此之外 大约330名市民也一起提交了控告书 指控Kan Kyo夫妇 严重侵犯了员工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权 而这330名市民 是前员工Amo从6月3号开始 通过SNS直接招募的举报人团队 不过这些举报人 是与事件无直接关系的普通人组成的团队 与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告诉不同 作为第三方的举报人 即使警察决定不将案件移交给检方 也无法提出异议 根据韩国宪法法院的说法 举报人不具备诉讼当事人的资格 因此即使对诉讼结果不满 也无法提出宪法诉论 Kan Kyo夫夫妇 在上个月公开的解释影片中 承认他们监视了员工的内部聊天 并要求员工签署同意书 当时他们表示 一开始确实是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查看 但发现了对家人的嘲讽 以及对同事的仇恨言论后 不得不加以指证 而由于Kan Kyo夫的争议 原本停播的KBS综艺节目 Kan Kyo夫妆啊的 在停播五周后重新开始播出 但是节目组将Kan Kyo夫的片段全部删掉了 特别是在节目中 回顾过去问题狗安裂的资料画面时 也看不到Kan Kyo夫的身影 结果该节目的当天收视率下跌了一大半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可能KBS也因为进行到诉讼或投诉了 为了谨慎其间 接近在结果出来之前保持低调处理 Kan Kyo夫妆啊的没有Kan Kyo夫 就像没有医生的医院一样 不过当事人两员工 为什么不直接提起诉讼 而是特意召集普通人一起进行举报呢 虽然我不想为Kan Kyo夫妇辩护 但如果在公司内部消息中骂老板 甚至连他的孩子也被牵扯进来 半躺着用划处随便写东西 还评论男同事的外貌 这样的情况应该直接以工作怠慢来处理 根本不需要争论 即使存在工作怠慢的情况 未经允许查看员工之间的私人对话 是明确的非法行为 公开这些对话 并加以羞辱和施压也是违法的 即便是工作怠慢 用监控进行监视也是非法的 我们应该区分法律伦理和道德 不能因为行为不当 就忽视基本的法律和伦理规范 我们都不是孩子 应该遵守这些基本的原则 这看起来像是集体霸凌 当事人之间的事情 为什么要无关的人群体介绍呢 如果这样的话 每当名人出现问题 大家都会集体举报 这会变得很混乱 虽然第三者可以进行举报 但这通常是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犯罪 或自己获得了犯罪线索 然后向警方要求调查 而这次的情况是 A某作为当事人 自己应该拥有证据 331名市民并不是拥有其他犯罪线索 向警方举报 他们只是平时讨厌这个人 想要惩罚他 这似乎没有更深的意义 市民们为什么不能进行举报 可能有些人认为 看了江先生在YouTube上的解释影片后 感觉他没有反省这件事 反而试图将问题 引向男女之间的冲突 这件事的关键在于江先生是否违法 但他试图以其他方式解释 让人感到遗憾 所以才决定参与举报 这并没有错 如果只有相关人士能参与举报 那么以前的许多举报算什么呢 对于钱云公两人 招募市民331名 共同举报抗凶物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网来说 你实际上证判 你实际上证判 为什么 HA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